這個政治 我覺得因為我感覺是我們政府 尤其交通部現在很多機車主都在講 我們一樣是納稅的 一樣是繳很高的牌照稅 為什麼要對我們有這種歧視性的政策 委員簡單的說明一下 委員剛才特別提到台九南回 他已經開放大型重型機車可以正式行駛 那至於說委員特別提到的 剛才特別提到的蘇花改的相關的路段 目前我的了解公路總局也正在 演理相關的一個方案 可能會來先行辦理事辦 我們在4月30號有看到你們已經開放 南回草浦森永隧道正式開放給大型重型機車通行 那這個本席其實在當天就已經在臉書上貼出來 然後也給你們掌聲 但是本席過去曾經針對 針對這個不管是八卦山隧道 或者是蘇花改開放這個我們重機 那交通部給我的回覆就是 都是為了安全 都是為了安全 但是事實上本席重新再去看過 看過大概國外的 國外的所有的這個長隧道 其實比我們長得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我們如果在安全尤其我們最近我自己去開過這個蘇花改之後 發現其實我們工程品質是非常好的 道路的安全的規格也很高 我們為什麼不開放去檢核來示範呢 這個政治 我覺得因為我感覺是我們政府 尤其交通部 現在很多機車主都在講 我們一樣是納稅的 一樣是繳很高的牌照稅 為什麼要對我們有這種歧視性的政策 我委員簡單的說明一下 委員剛才特別提到 台九南回他已經開放大型重新機車可以正式行駛 那至於說委員特別提到的 剛才特別提到的蘇花改的相關的路段 目前我的了解公路總局也正在 研理相關的一個方案 可能會來先行辦理試辦 但是因為每一個隧道它的現行也有條件不一樣 所以恐怕還是要逐一的經過評估以後 才來做逐步的一個開放 本席強烈要求對於蘇花改的這個開放 你們的檢核跟事辦 一定要盡早的實施 不要等到這個颱風劑來了或怎麼樣 然後又有其他藉口再不斷的推延 好不好 我想我們按照這個方向來做 謝謝 謝謝葉玉蘭業委員